這個大概困在一起 大部分都給了屏東 高雄跟台南 因为我们也没什么意见 因为大家都难过很严重 然后马政府时代的六年六百多亿 大部分也都给了台南 所以这一次我就一直在看这个新闻 看这一次淹水民进党敢不敢说 这是又是国民党的毛病 又是马英九没有给我足够的钱 还好 昨天发现一遍 不敢讲说是马政府时期 没有给过足够的钱 所以致水金的给了这么多 而且这里面还不包括 莫拉科风灾灾后的重建特别条例 一千一百六十五亿 这一点还没有报到 对 一千一百六十五亿 六十五亿 六十五亿那个钱 这样加起来已经三千多亿了 所以你看这么多的钱 撒在整个南台外 然后结果是这样的 所以难怪韩国瑜去 攀灾的时候 很多高雄市民跟他抱怨 难怪台南是很多的居民 而且各位要知道 台南的淹水不是只有这一次 它的淹水几乎每年都淹 这几年每年都淹 然后最离谱的是台中的林佳龙市场 现在的台湾大道 它们变成了叫做台湾大运河 台湾大运河 然后最离谱的是 那个丰元这一次的淹水 丰元这次淹水 居然是水闸门没有关 然后你知道台中市政府怎么讲吧 台湾市有说水利局出来讲说 因为水闸门厂商ESOP的契约规定 它没有关所以淹了水门 那我请问我们长几何时 水闸门都要靠厂商来收了 所以整个这样一起来看的话 整个这些水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就算有天灾 但是今天有没有人过 大家可以 我们很公平地来讨论 晚上就会 不不不不不 来 打 打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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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